将蒜头剁碎放入油锅 没多久香喷喷的煎鱼味道扑鼻而来 让人垂涎三尺 每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 志工们都忙着为社区长辈打理中餐 照顾他们的健康 不啊炒茄子蒸南瓜 配上美味的蒜泥白肉跟煎鱼等等 算一算总共六菜一汤 而在厨房另一头 志工也留意每位长辈的喜好跟需求 在料理跟分装就做好分类 有的长者他会认为说 哎呦在这边吃完免费的很不好意思来 但是其实要贬弃这个观念 因为大部分来这里的 就是中午都没有人在家可以煮给他吃的 他们这样能够出来 然后又能够一起用餐 你看他们 我看他们吃都觉得好好吃 老人家这个少油少盐 而且这个菜煮的就比较烂的 虽然吃起来没有像一般的人说 这个口味那么好 可是都是很健康的餐点 接近中午时刻阿公阿嬷陆续到来 有人直接把饭菜打包 更多人习惯坐下来用餐 跟志工们聊聊天 联络感情 如果年纪太大或行动不变 就要靠里长跟义工骑机车 挨家挨户送餐 不用每天都在家 我出来走一走在这里 这个唱歌也可以唱 而且还有那个健康讲习 有请医生来这里跟我们讲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知识 我们请进厨房从92年 社会级有一个推动飞凤计划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也是属于文山区 第一个最早成立 我们这个厨房 有供餐送餐的服务 虽然没有华丽厅堂 但每到用餐时间 老人家纷纷走出家门 开心吃饭交朋友 服务超过15年的景庆厨房 不但早已在附近建立起口碑 更一步一脚印 关怀每一位需要被帮助的族群 记者顾餐永 才能看到